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集有问题系列节目 我们来讲一个教会大家都避而不谈的主题 那就是基督徒要十一奉献吗 谈到十一奉献 一般的弟兄姐妹 大概都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教会对会众的要求 其实不然 为什么庄老师这么说呢 就让本集的有问题节目 为您来解说 基督徒应当知道的关于十一奉献的事情 假如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有一个牧师在主日讲台 多次传讲奉献的信息的话 常常的情况 就是台下的会友会开始感到不安 甚至在聚会以后 有一些会友就会私下批评这个教会很爱钱 牧师老是讲到奉献 这种情况屡见不显 甚至是在我的视频讨论区里面 也有许多网友提到过 显然的 这是教会普遍的现象 久而久之 所以华人教会的牧师总是必谈十一奉献的题目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从新约圣经当中的例子 我们看见 耶稣总是大大方方的谈论 有关钱财 以及奉献的话题 在耶稣的比喻里面 有超过两千三百五十节的经文 是跟钱财有关的 在圣经的记载里面 耶稣曾经说过三十八个比喻 其中有十六个 是跟钱财有关的 这也就是说 耶稣讲到的比喻当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 甚至接近二分之一 是跟金钱有关的 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耶稣谈钱 不是为了要得到钱 而是要教导我们 对钱财有正确的认识 旧约的律法规定 要遵守十一奉献 但是新约并不要求基督徒们 要以十一奉献的标准来奉献 究竟基督徒要不要遵从十一奉献 为了要让我们对奉献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今天就来谈十一奉献这个主题 首先我们来讲旧约时代的奉献 根据创世纪的记载 亚伯拉罕把所得的十分之一 献给撒冷城的麦基喜德 这段经文普遍被视为是十一奉献的起源 后来以色列人将粮食 果汁 羊群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 神拣选亚伯拉罕 应许在当时候还无儿无女的亚伯拉罕 要形成大国大族 并且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 来拯救万国万邦 后来亚伯拉罕在一百岁的时候得子 在一百七十五岁的时候离世 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应许 也就延续到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跟利百加成婚以后 一直都没有孩子 后来利百加祷告神 因而怀了一对双胞胎 利百加所生下来的双胞胎当中 先生出来的孩子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 父母就给他起名叫做以扫 意思是有毛 后出生的孩子 手抓着以扫的脚后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做雅各 意思是抓住 雅各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会抓 而且还会骗 雅各不仅骗他的哥哥 也骗他的父亲 先用一碗红汤骗他的哥哥 换得了长子的名分 雅各再骗他的父亲 趁他父亲老迈 骗取了长子的祝福 雅各骗得了人 却骗不了神 雅各虽然狡猾诡诈 但是神却依然信守 他跟他的列祖所立的约 保守带领雅各 后来雅各为了逃避 他哥哥以扫的仇杀 听从了他母亲的意见 逃往了他舅舅拉班家 当雅各来到伯特利的时候 天色已经晚了 他就整着一块石头睡觉 半夜的时候 他梦见他父亲 以撒以及他爷爷 亚伯拉罕的神 来向他显现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雅各便向他 显现的耶和华来谈谈 雅各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 在雅各所行的路上 要保佑他 也就是保障雅各的人身安全 第二条件是 给雅各食物吃 给他衣服穿 也就是保障雅各的生活的所需 第三个条件是 使雅各平平安安的 回到他的父亲家 也就是保障雅各的 未来的前途 雅各给神的提议是 如果神满足他 以上的三个条件 雅各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相对的 雅各准备用什么来表示 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呢 也就是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雅各这种条件交换式的信仰心态 未必正确 但是神拣选了雅各 神爱一个人 并不代表这个人的行为 都会被神来接受 因为神会一方面用苦难来磨练他 但是神也会保守祝福这个人 当雅各晚上枕着石头 心中一片迷茫的时候 尽管雅各信仰的心态 未必是正确的 但是神依然借着天梯之梦 来向雅各显现 并且应许他 会一路上都有神的保佑 而且要使他的后裔 人丁兴旺 如沙般的繁多 并且要借着他的后裔 使得地上的万族得福 延续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应许 后来雅各真的得到了大福 他的后代形成了十二个支派 大卫王 所罗门王 特别是主耶稣 都是借着雅各的后代 来到这个世上 如果我们已经决志 要将自己的一生交给神 像雅各一样 我们就必须要向雅各 愿意献上十一奉献 因为雅各的十一奉献 可以表明雅各是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而基督徒的主是以耶和华当作我们的主 我们要相信神 所以我们愿意遵守十一奉献 我们相信神会看顾我们的未来 因此我们愿意遵守十一奉献 从雅各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雅各的十一奉献是表明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另外在撒姆尔记上第八章的故事里面 当以色列人要求撒末给他们立一个君王的时候 撒姆尔提醒他们说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 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 他必取十分之一 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 这里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向谁纳十分之一 就是表明他们以谁为他们的王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 十分之一是有这样的含义 谁向谁纳十分之一 就表明谁承认谁是谁的王 以色列人之所以要做十一奉献 是因为以色列人要将属于神的归给神 以色列人将十分之一献给神以后 神把以色列各个支派的十一奉献 给了立位人作为产业 其次神把十一奉献给了以色列 在敬拜神的地方吃喝快乐 最后神把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 给孤儿寡妇以及寄居的人 其中给立位人的是占以色列人十一奉献的大部分 所以神要以色列人做十一奉献 使他家中有粮 自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 他们没有圣殿 没有敬拜 对十一奉献也渐渐的淡忘 当他们回归到圣地 重建圣殿 他们的家园家庭当中有许多不同的负担 在十一奉献上面 他们似乎已经忽略了 所以神差派马拉基先知来警告他们 重拾对圣殿的义务 也就是忠于十一奉献 就与当中关于十一奉献 基本上就像是政府的税收一样 是严格的律法 然而在新约当中 并没有对十一奉献有明确的教导 有人或许会困惑 既然新约没有这方面明确的教导 我们只要有奉献就可以了 为什么现在有些教会还要教导基督徒 应该要按照旧约的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标准呢 其实 耶稣教导我们的是 不只要十一奉献 而是要我们完全的献上 或许你会说 庄老师你乱讲 耶稣哪里可能要我们全部都奉献呢 大家请看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当中 耶稣要求那个少年人 要变卖他所有的来跟从他 还有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当中 耶稣赞赏的不是那些财主大量的奉献 而是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 因为这个寡妇将他自己仅有的献上 所以 耶稣对要跟随他的人 要求的不只是十分之一 而是全部 因为如果我们献上的 仅仅是我们收获的十分之一 这表示我们仍然依靠着自己 而这不是神所要的 耶稣曾经警告法利赛人说 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云香 并各样的菜书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益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耶稣的意思 是十分之一 不是不可以 但是只有十分之一 还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金钱方面来奉献呢 耶稣说 十一奉献不够 要全部献上 难道是要我们把每个月的收入都奉献给教会吗 全部奉献给教会 难道是要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到处趁吃趁喝趁睡呢 当然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要借着奉献来提醒自己 不要依靠钱财 而是要依靠神来过活 我们要提醒自己 不拥有对金钱的主权 我们只是钱财的管家 我们应该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 所以要先将属于耶和华的归于耶和华来分别为圣 我们常常讲我们的身心灵要完全的献上 这当然包括了金钱 而敬拜就是我们将自己完全的献上 当作活祭来献给神 敬拜可以用不同种的方式来表达 唱诗是一种敬拜 领人归主是一种敬拜 教会的福祉是一种敬拜 钱财的奉献当然是一种敬拜 我们要明白十一奉献不是宗教的义务 十一奉献也不是宗教的慈善 十一奉献也不是向上帝来纳税 更不是向教会来捐款 十一奉献只是我们敬拜上帝的一种方式 跟其他任何形式的敬拜一样 我们如果失去了敬拜的心 所有外在的形式都不会蒙神的喜悦 我们每个人的光阴金钱聪明才智 乃至于生命都是属神的 而奉献其实就是把原先属于神的 归于献给神而已 所以保罗才会对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要求他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一种全部的奉献 而不仅仅是十分之一的奉献 但是从现实的状况来看 在现在的教会里面 往往有人认为 格林多后书所说的 个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 不要做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来当作他们自由奉献的借口 这种观点 只是寄望从神那里得到好处 但是又不想为神来奉献的借口而已 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看到有一些人 当奉献的时候 才在钱包里面找零钱来奉献 这种做法好像是应付街上的乞丐一样 只是将自己多余的钱放在奉献袋里面 他们并不明白奉献的意义 不在于钱的多寡 而是奉献人的心 有一些人虽然做到了十一奉献 但是他们在收入不多的时候 愿意献上十分之一 当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 到了收入高的时候 反而舍不得做十一奉献 这是受到了马门的诱惑 因为赚的越多 物质的欲望越高 马门也就引诱你放弃了爱神的心 那么又有人要问 既然十一奉献 对愿意遵守旧约律法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现在要开始十一奉献 那十一奉献要怎么算 是扣税前的收入 还是扣税以后的收入 容我不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 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 是这样斤斤计较的心态的话 那么你就会把十一奉献 看成你把自己的钱捐献给了教会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主告诉我们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既然我们白白的领受神百般的恩赐 甚至我们这宝贵得赎的生命 我们也应当要白白舍去的心智 主教训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 爱神爱人要甘心情愿 能够有这样真实行动的基督徒 才是神所喜悦的 透过本集节目的探索 我们了解十一奉献的背景 由于神拯救了罗德 以及他的家人跟财物 所以亚伯拉罕用十一奉献 来表达对神的感恩 接下来我们也花了一些时间 讲雅各跟他的十一奉献 到了律法时代 由于神拯救雅各的后代 也就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字派 十二个字派的长子 原本应当是归给神的 但是神后来拣选了立位人 做圣工 来代替他们的长子献给神 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就应当要捐十一奉献给神 作为支持立位支派的生活 以及圣殿的需要 所以律法规定 所有的以色列人 把财产跟收成的十分之一 交到殿中 于是十一奉献成为了以色列人 成文律法的规定 十一奉献是神对以色列民的规定 也就是以色列民蒙福的来源 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凡行十一奉献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寝福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不遵行神话语的以色列民受到亏损 神降灾不降福 行十一奉献的人蒙福 外邦人称他们的地为快乐的地 到了新约的时代 没有要求基督徒 应该要遵守十一奉献的律法 但是我们基督徒 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是要作为神的选民 所以保罗说 我们应该拿出收入的一部分 用来支持教会 但是保罗没有说 应该要拿出的是多少 只有说照自己的镜像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到第2节 虽然新约的基督徒不必遵守十一奉献的义务 但是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奉献 保罗说的照自己的镜像 其实说奉献不仅限于十分之一 而是取决于基督徒的个人的能力 以及教会的需要 不可否认的 金钱是每个人生活的必须 所以在金钱问题上面 对人的考验也最大 我们前面讲到 耶稣讲到的比喻 有超过三分之一 是跟金钱有关 耶稣要求我们对金钱的处理 其实也就是对基督徒信心最有效的一种操练 信约的基督徒是自由的 我们不必受旧约律法的挟制 所以十一奉献 不是教会的规条 而是一种操练信心 承受蒙福的渠道 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 为了提防自己受到试探 宁可自己设定一个最低奉献的标准 也就是用十分之一的奉献 当作我们奉献的基础 慢慢的来操练 当神给你更多的金钱 让你管理的时候 你是否愿意将更多的金钱 归神为圣呢 如果你能够在金钱上面 做忠心的管家 神就给你更多的钱财 让你管理 如果你连十一奉献都无法遵守的话 你又怎么能够让人相信 你不是以金钱为零的主呢 有人说 我不信任教会的财务运用 用这个理由来当作 他不愿意奉献的借口 关于这一点 请大家来看 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事事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服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这段经文当中 有送入仓库和使我家有粮的提醒 这已经很明显了 旧约指的就是会幕 新约指的就是教会 一个基督徒对自己所在的教会要有归属感 但是这种归属感被人解读成为了 希望要能够支配他们所奉献的款项 其实这么想的人 并没有深刻理解奉献 这一颗词真正的含义 真正的奉献 就是我们应该要对奉献给教会的款项 放弃支配的主权 至于奉献给教会的款项 应该要如何处理 教会已经选择了负责教会财务的同工 这些负责的同工 是要对神交账的 也就是神的仆人管家 当仆人管理得好 神就会奖励他 并且托付他管理更多的钱财 至于不忠心的仆人 等到主人回来算账的时候 那个仆人就要遭殃了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如果你没有负责教会的财务 就不要对负责教会财务的同工 以止气死 如果个人对教会的财务运用 有疑问的话 可以在教会的会员大会当中 提出意见来 监督教会财务 做有效的执行 除此以外 我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 因为当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 以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这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二节 对于愿意顺服神奉献教导的基督徒们 再也没有比这节经文更令人兴奋的了 因为真心信主行道的我们 在奉献上面做了美好的见证 就连外邦人也要称我们为有福的 你愿意有这样的福分吗 就让大家从今天开始就用身心灵 就是我们全人的生命来敬拜神 神必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祈福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 以上就是本集诚心诚意 有问题系列节目 为您所介绍的基督徒要十一奉献吗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